从他的这个所谓的依赖论和信赖论 以及周边一些事情看 或许他还有某种想法 比如说通过一些管道的运作 能够在这个所谓赖清德 过境的这个问题上 寻求某些突破 我认为这个应该现在是赖清德核心要去做的事 核心要去做的事 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所谓大两岸小两岸 就讲中美关系框架下的这个谈问题来看的 有一件事情现在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说从现在理论上说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 就是2025年的1月20号 1月21号这段时间 拜登这届政府是不太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 让赖清德感到很开心的这些事情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事情 那么你看 根据沙利文这次来的讲法 就是过几个礼拜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跟拜登要直接通电话 然后通完电话之后 他们在20国集团和APEC 非正式领导人峰会上要去会面 这是相当于最高元首外交 要重新要再要有新的动作 那么从石头层面上来说 9月份大家在关注全球最大的要事件是 美联储是否会降息以及降息多少 而在这个降息的过程中 明显是需要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上进行配合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 除了美国经济之外 对于拜登政府 对于民主党政府 甚至对于共和党的建制派 就是对于2024年不希望特朗普选上的所有派别来讲 这都是个生死攸关的大事 而在此过程中 如果你赖清德出来搅局 那搅和的那不是什么两岸关系的问题 你直接一刀捅到的是这个 就是引爆的是美国国内政治 这个你赖清德根本惹不起的一个雷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现在要去跳 要想在这个美国那边获得 让美国按照赖清德的要求去进行表演 让美国做一些对于两岸关系没有实质影响 本质上只是服务于赖清德岛内政治 所谓的这个大内宣需求的这些做法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基本上是要落空的